你有没有想过,这美国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会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吗? 那我们都知道,美国搞的是民主投票,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,至少在西方世界,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最不坏的一种政治制度。 那的确,社会制度从贵族统治独裁专制一路走到民主制度,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 民主制嘛,它将权利赋予人民,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成利益制,给我们带来了自由、公正和平等。 那有很多人认为,民主呢是一剂政治万灵药。 可是非常遗憾,自打民主制诞生以来,对于他的质疑就从来没有断过。 最典型的就是,希特勒也是德国民众一票一票选出来的。 那有朋友会说了,选民不了解实情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。 也有人说,这投票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。 再一个,很多民主国家经常会采纳并实行一些对大多数人有害的经济政策。 比如说,贸易保护主义,无论多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政策, 但是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限制进口啊,这是为什么呢?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欧洲的经济。 银行崩溃,股市下跌,失业率居高不下,简直就是糟糕透了。 这是民主制搞出来的。 那如果要理解民主制的种种悖论, 我觉得咱们就非常有必要要听听今天说的这本书了, 《理性选民的神话》,这本书堪称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X光片, 它呢透视一条始终存在, 但是从来没有被清洗展露出来的逻辑通道, 那就是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链条, 或者说是选民自愿选择下策的制度缺陷。 那朋友会问啊,什么叫做选民自愿选择下策? 我们来举个例子,在很多的经济学家看来, 一些经济政策,比如说最低工资,贸易壁垒,农业补贴等等等等, 明明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上来说,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, 那为什么还被世界各地反复的推行呢? 另外一方面,很多早已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, 比如说民营取代国营,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, 民间办学取代公立办学等等, 结果是却一再遭到质疑而推广起来困难重重。 民意倾向和经济良策, 怎么老是会出现分庭抗礼的这种尴尬呢? 那有一种观点认为啊, 代表民意的政客, 他们操纵了政治决策, 滥用权力,取悦利益集团。 选民根本就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代表, 更不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, 所以啊, 给政客们提供了以权谋私的机会。 说到底就是, 民主制的问题出在选民的无知。 那问题出来了, 真的是这样的吗? 写这本书的作者不这么想了, 他认为啊, 选民的非理性状况比无知是更加的糟糕, 那正是由于选民的偏见, 他们的选票才会被贸易保护主义者, 反竞争的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, 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。 那, 他这样说到底有没有道理啊? 我们先别急着做出定论, 让我们带着下面几个问题, 赶紧进入这本书吧。 第一个问题呢, 为什么说民主的基础是一种奇迹呢? 第二, 为什么自由贸易是对订单双方都有利的政策? 第三, 为什么个人的无私对民主来说反倒是一种威胁呢? 在很多朋友的眼里啊, 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两大重要成就, 那么你知道民主的基础是什么吗? 这个基础本身呢, 它就是一个奇迹, 也就是所谓的聚合的奇迹, 什么意思啊? 它是说呢, 一个群体给出了答案往往就是对的。 我们来举个例子, 假如这个时候, 你拿着一杯豆子, 你让大家去猜一猜, 这里边有多少颗豆子? 相信的绝大部分人都猜不到准确的答案, 有的人呢, 会说的太多, 又有的人会估计的太少, 但是啊, 如果把所有答案当中的数字平均一下, 那太高的和太低的就会相互抵消。 这样一来啊, 最终得到结果, 往往就和真实数目是十分的接近了。 同样的道理, 在民主政治当中啊, 随便一个选民可能知道的并不多, 那他可能对于政治问题的分析, 很多时候也都是错的。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啊, 如果选民的人数足够多, 分散的意见被平均之后, 也会得到一个接近标准答案的结果。 所以说啊, 在这个民主社会当中, 无知或者极端的观点, 通常会彼此的抵消, 最终得出一个呢, 更有见识, 也更加温和的结果。 也正是这种啊, 掐两头取中间的做法, 让民主成为了一种理智的系统。 在一个完美的民主制度当中, 聚合的奇迹, 让流行的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, 而极端的观点呢, 则会互相给抵消掉了。 这也就证明了, 为什么说民主政府比独裁专制更好? 因为这个独裁政府当中呢, 他们都是由一小群人来制定政策, 来做决策, 那他们的观点往往和大众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。 比如说, 在1961年, 东德政府打算修建柏林墙的时候, 大家都是极力反对的。 可是呢,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, 民众的生意是压根就没有分量的。 柏林墙就这样, 历了将近30年的时间。 想想, 假如当时的东德, 它是一个民主国家, 那历史将会是什么样了呢? 肯定是另一番模样了吧。 所以说, 这个聚合的奇迹是民主制度运作的关键, 但是有些时候呢, 民主却行不通了, 为什么这样说? 别着急, 咱们接着往下听。 说了半天, 这个民主怎么好, 然而民主政府还是会制定一些跟公众利相悖的政策, 比如削弱贸易保护主义, 这就说明一定有因素妨碍了聚合的奇迹发挥它正常的作用。 具体是什么原因呢? 主要原因之一, 就是普遍的偏见。 这些系统性的错误观念, 甚至会让聚合的奇迹彻底失败。 因为从根本上来讲, 这聚合的奇迹呢, 它有一处致命的缺陷, 那就是人们的观点必须是多种多样的, 要不然的话, 即使你平均之后也得不到正确的答案。 这个说的有点绕啊, 咱们还是回到刚才这个猜豆子的例子里面去。 人们猜测结果的平均值应该和真实数目相当, 因为高估和低估的人数差不多。 可是呢, 如果这些人在猜测之前, 接收到了错误的信息, 比如说啊, 这个假设参与者, 事前都听信了, 里面只有50颗豆子, 那自然而然,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, 猜豆子的答案就会变得单一, 而不是多种多样了。 这么一来的话, 这聚合的奇迹就一点作用都没有了。 我们假如啊, 把这个实验呢, 扩大到整个社会, 并且大肆地去宣传错误的信息, 说人们往往会低估杯子里豆子的数量, 这样一来的话, 这个后来猜的人呢, 很可能就会故意往多了猜, 这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? 那就是最终的平均值会比实际数量要高得多。 那虽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啊, 它只是一个虚拟的情境, 但类似的偏见, 却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。 我们再举个例子, 1996年的时候, 美国的经济学家搞一个调查, 他们向不同的人群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学问题, 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, 你认为对外援助是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吗? 您猜猜, 结果啊, 这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认为, 美国经济不景气, 这肯定和对外援助有关, 就算它不是主要原因。 然而呢, 大多数参与调查的经济学家们看来, 美国的经济表现和提供对外援助之间, 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。 很明显啊, 这大众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, 普遍都存有偏见了。 事实上啊, 对于很多政治问题呢, 普通民众的平均看法都和经济学家的大相径庭。 换句话来说吧, 这影响大众意见的往往是常见的误区和普遍的偏见。 现在我们知道偏见对民主的危害有多大了吧? 我们下面啊, 再来说一个这个具体的例子,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偏见, 对自由市场的不信任。 很多人都会觉得, 任何受利益驱动的行为本质上它都是罪恶的, 从这个理性角度来考虑, 做生意以追求最高利益为目的, 这很正常。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, 利益这两个字, 甚至是不能公开谈论的禁忌。 这不, 在二十世纪呢, 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, 约瑟夫·熊比特, 他说啊, 自由市场它就是像在受审, 还没等审判开始, 陪审团呢, 就已经决定给他判处死刑。 从这句话当中呢, 可见人们是有多么的不信任自由市场, 那么大众为什么要把他一棒子给打死呢?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, 对市场原则的普遍误解, 以至于低估了自由市场的作用。 比方说啊, 一个常见的错误呢, 是把公司的收入跟利润直接划上等号, 凡是公司卖东西的钱呢, 都是利润, 然后呢, 这些钱又直接进了老板的腰包。 如果照这么说的话, 这公司赚钱就是老板谋取个人利益, 于是呢, 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就这么想了, 你们这些土豪都已经那么有钱了, 怎么还想着赚钱呢? 于是乎, 像福布斯排行榜上的这些顶级富豪们, 就纷纷成为了众矢之地啊, 发生个什么灾难, 你不捐几个亿, 那就是全民公敌, 民族败类。 然而事实是什么样的呢? 收入和利润这完全是两码事。 对于公司来讲啊, 这赚钱只是企业家研发产品, 推销产品的一种动机, 他挣到的钱呢, 往往还会继续用来投资, 回流到资金链当中, 把公司经营的更大, 效益更好, 同时也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。 这听起来是不是不觉得有点耳熟呢? 这不就是经济健康发展的趋势吗? 您看看啊, 绝大多数的民众对基本市场的原则压根就不了解, 这种误解让不少人低估了自由市场的力量。 而其实啊, 大多数自由市场运作得非常好, 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也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多得多。 那我们说完了公众对自由市场的偏见, 接下来呢,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偏见的受害者, 是什么呢? 跨国贸易。 正如很多朋友不相信自由市场, 那有不少人呢, 对跨国贸易也在持怀疑的态度。 明明跨国贸易对买卖双方都是有好处的, 但是人们却偏偏这样认为, 两国交易的时候, 只有出口国才能获利。 大家是不是会这样觉得, 这个美国不是出口大国吗? 他们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? 不过啊, 有数据就显示了, 美国的进口总量其实是高于出口总量的。 很多美国民众就觉得, 美国是在把财富拱手送给其他的国家。 那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啊? 这种看法, 大错特错。 实际上呢, 这个好的贸易订单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。 毕竟啊, 你想想, 如果你能够用比自己生产成本更低的价钱, 直接从国外进口商品, 那不是赚了是什么呢? 这就和这个家庭分工是一个道理啊。 假如你的这个爱人在家里做饭, 很快就能做好一顿饭, 而你呢, 懂得这个修理, 能够修电视, 那当然是做自己更擅长的事情了。 所谓你之不来我更甜, 合理的家庭分工是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的。 饭也做好了, 你的电视机也修好了, 一家人呢, 边看着电视边吃饭, 欺乐融融。 反过来, 这厨艺不佳的你非要去做饭, 而连螺丝刀都不会用的另一半, 却想要去修电视, 那估计你们家一晚上什么事都干不成了, 电视也修不好, 这饭也吃不上了。 所以说呢, 这个同样的道理, 跨国贸易就是各取所需, 用一项服务去交换另外一项服务, 买卖双方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。 而道理说的是这么的简单, 但人们呢, 还是对跨国贸易心存戒备。 在之前我们提到的, 这个1996年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当中,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 你认为跨国贸易协定增加了美国的工作岗位吗? 这结果呢, 普通民众给出的答案是, 跨国贸易更有可能让美国人丢掉了工作。 虽然经济学家认为,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, 跨国贸易并不会对国内的工作岗位造成威胁。 可是啊, 民意所向, 最终还是会导向不良的经济政策, 最终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。 说到这儿, 我们已经分析了两种普遍的偏见, 不过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去考虑, 那就是什么呢? 工作, 确切地来讲, 就是要如何保住饭碗。 类似的事情我们可能也见怪不怪了, 见得太多了, 每次大公司裁员都会引起民愤, 被公众的口水给活活的淹死。 然而呢, 裁员真的就只是坏事一桩吗? 恐怕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这样想, 只要是大公司一宣布裁员, 尤其是那种资金周转正常还没有濒临破产的公司, 媒体上的咆哮是必将呼啸而来。 表面上看, 民众的反应很正常啊, 一家公司运转得好好的, 又不是资金链断了, 凭什么你说裁员就裁员呢? 那对于个人来说, 无缘无故丢了饭碗, 当然会给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。 但是呢, 如果从经济大背景上来看, 裁员其实是能够带来好处的。 为什么这样说啊? 因为它往往能够让劳动力重组, 从而提高整体上的社会生产效率。 我们举个例子, 在几十年前, 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农业人口, 而我们现在呢, 科技在不断地进步吧, 农业生产效率更高, 也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干活了。 可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呢, 这可能就意味着有人没活干, 要失业了。 但同时, 其他的经济行业纷纷出现, 不用种地的人就为这些产业提供了劳动力, 那大批量的农民工涌进了城市, 不就是这样的吗? 对于农民工朋友来说, 种地的收入远远不如进城务工所得。 所以说啊, 这个多亏工业革命让机器取代了人力, 才给社会开放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, 要不然的话, 这科技行业的发展哪能有这么快的速度。 同样的道理啊, 我们来看看每个人的生活, 在家里添置个洗衣机或者洗碗机, 那么原来洗碗洗衣服的时间, 你现在就可以用来看书, 或者是陪陪孩子, 也就是说呢, 洗碗手艺的下岗, 换来了你对时间更加丰富的利用。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对民主影响最大的几种偏见, 大家是不是已经会觉得民主和想象当中的不一样了呢? 先别着急啊, 对民主杀伤力最大的, 我们还没说到呢, 咱们接着往下听, 各种各样的偏见会妨碍民主的正常运转, 然而民主面临的威胁可不仅仅只有这些,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, 也听上去可能真的让人觉得难以置信, 那就是人们还不够自私。 什么意思啊? 这是说呢, 人们在投票的时候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。 每到选举的时候呢, 都会有不少人在抱怨, 说别的选民投票的时候光想着自己, 不考虑大局,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 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当中啊, 政治心理学家大卫·谢尔斯在文章当中提到, 作为经济学基础的自私人假设, 其实是不存在的。 调查显示, 失业者群体对政府保障工作的支持率, 只比其他人群高出了那么一点点。 同时呢, 无医保群体对全民医保的态度, 也只是稍微热切那么一丢丢。 其实啊, 选民投票的时候, 除了考虑自身利益, 还会受到其他重要原因的影响。 比如说啊, 这个情感信念啊, 党派倾向, 或者为大众考虑的想法等等。 大家可能会觉得, 这个替别人着想不是挺好的吗? 这是好事啊。 可这样的心态, 其实对民主危害无穷。 为什么? 因为如果一切都从自身利益出发, 那么投票结果反而会好得多。 因为只有每个选民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 他们才会尽可能地去获取信息, 去分析和了解哪个党派或者候选人, 更有可能满足自己的需求, 而不是跟着感觉走, 或者呢, 顾忌大多数人的想法。 根据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聚合的奇迹, 这样带来的投票结果呢, 会选出那些对大多数民众有利的党派和领导。 换句话说, 这个自私的投票换来的, 是让大多数人满意的政府。 虽然人们总说要为着他人着想, 但是在投票这件事情上, 最好的办法就是只想着自己。 我们已经知道了, 人的偏见是与生俱来的, 选民投票的时候, 也不只是考虑自身利益, 不过呢, 这威胁民主的还有第三大方面, 是什么呢? 选民的感性认知。 每个人呢, 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, 并且是坚信不移。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, 如果你坚信对这个富人少征税是错的, 那你的所有价值观都会被这种立场左右, 这就是典型的立场先行思维方式。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跟你说, 给这个富人减税没问题啊, 只怕你马上就会跳出来跟他大吵一架。 有的时候可以这样说, 人们对于自己的信念是非常的执着, 就算别人的看法分析合理, 理由充足, 但是呢, 只要和我们的信念有冲突, 我们就不愿意去接受, 甚至还会拼命的去反驳。 那, 这跟民主有什么关系呢? 您想想啊, 大家誓死捍卫自己的价值观, 别人不同的看法一概听不进去, 那就这样, 我们自然而然的会给那些符合我们价值观的政客投票, 只要他们说话, 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, 那我们就会死心塌地的支持他。 而对于那些想法更好, 更有说服力的候选人, 却因为跟自己不在同一战线, 而被残忍地拒绝了。 说到这儿啊, 我们已经给大家分析了各种各样的因素, 给选民投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。 但是呢, 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, 那就是, 对于任何一项选举, 每个人投票对最后的结果, 都基本上没有影响。 说白了, 就是投了也白投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既然我们如此感性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, 那怎样才能让我们改变想法呢? 往往是发现我们的信念会带来直接伤害的时候, 比如啊, 让我们亏钱, 这个时候我们的判断力就会火力全开, 理性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。 毕竟啊, 在个人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, 很难不理性行事啊。 打个比方, 你在这个街坊呢, 开了家小店, 而且你觉得呢, 你应该只面对某个宗教或者证件的顾客, 其他人呢, 我一概都不服务。 哎, 你坚持了自己的信念, 这心里应该觉得挺舒服的。 但是与此同时啊, 你也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不少潜在的客户, 一开始呢, 你可能会不太在意, 但是慢慢的呢, 你就会发现, 哎, 买东西的人是稀稀落落, 商店也连续赔本, 这眼看着就要开不下去了。 这个时候, 你有可能就会重新考虑, 你自己的信念有没有问题了, 或者至少, 对你的生意, 有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按道理啊, 这个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呢, 也应该考虑这一票会给选举结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 然而在大多数的民主国家里啊, 都有几百万, 几千万, 甚至是上亿的选民, 其中任何一张选票的作用都被稀释了无数倍, 到最后呢, 也就没什么用了。 事实上啊, 就算出现了这个类似2000年, 美国佛罗里达州大选重新计票的情况, 单靠一张选票扭转局势的可能性, 几乎为零啊。 所以说呢, 这既然一张单薄的选票改变不了什么, 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理性的投票。 说到底呢, 只有自己处在危险关头的时候, 人们才有可能去改变自己的想法。 而投票这种事, 你不管投给谁, 都不太可能会出现危及生命财产安全的后果。 因此啊, 在这个政治选举这种像游戏一样的情境当中, 我们实在是犯不着改变自己觉得舒服的信念。 于是呢, 人们就会继续把选票投给那些符合自己想法的政客和政党。 这个民主体制, 假设大多数人都是理性选民, 可惜啊, 能够真正做到理性的人是少之又少的, 而且人们本身就喜欢凭感觉去投票。 意识到这一点, 我们大概也会明白了, 这个为什么民主社会也会出现不良的政策了。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呢, 在美国, 大多数的选民不仅对政治问题是毫不了解, 而且他们本身固有的观点甚至还是错误的。 民众不仅因为自己的无知把这个选举给搞砸了, 而且呢, 因为自己的投票是带有偏见的, 这更容易使国家的政策走上欺图。 所以说这个作者就提倡有水准的选民, 那至于这样的选民到底该怎么样去培养, 这估计又是一个又浩大又困难的工程了。 那好了, 朋友们, 我们今天这本理性选民的神话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